前方就是全国医疗界的标杆,北京301医院,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医院,军人在这里看病是不需要花钱的,大家看看满墙的专家全部都是军人,就问你有没有安全感。 这个场面我在其他医院是没有见过的,真的是太震撼了。 301医院创建于1953年,是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医院是中央重要的保健基地,医院同时又是解放军医学院,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是全军唯一一所医院办学单位。 在全国医院综合排名中,第一名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二名就是四川的华西医院,第三名就是301医院。 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总字,足以证明301医院的含金量。 那么这家医院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在301医院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实力呢,才能让301医院这样被广为流传。 根据医院官网信息显示,医院拥有五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百多位技术三级以上的专家,一千多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博士生导师184名,硕士生导师293名。 医院也是为军队培养了四千多门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 301医院从成立到现在,刚好70年的时间,这和成立上百年的协和医院是不能比的。 但是301医院的成立是十分有必要的,下面接着讲。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各行各业可以说是百废戴新,长期的战争几乎是耗尽了国力。 全面复兴的工作十分艰难,在医疗行业缺口很大,尤其是部队医疗系统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当时首都北京最出名的医院就是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当时是属于军管单位,综合实力排在全国的前列。 军队的长官,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都曾在此就诊。 后面随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入住北京的外交机构也是越来越多,协和医院里面也是经常能看见外国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和军队的将领再将协和医院作为看病的首选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他们在看病住院的过程中人多眼砸,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中其中的机会来打探情报,极有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 虽然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国家安全无小事。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在周总理的指示下,第一,将结合医院划分给国家卫生部门,不和军队直接挂钩。 第二,就是建造一所由军队直接管辖的医院。 就这样,在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在同行无私的帮助下,1957年,301医院已经成为全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它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这个名字太长,老百姓还是喜欢叫它301医院。 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可以谁都不信,但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欢迎大家评论补充。